6月20号,吉林省吉林市下起了稀稀落落的小雨,城市迎来了难得的清凉。 清晨6点30分,吉林市第七中学729名初三学生又一次背着书包陆续走入校门。 这是吉林市城区风险等级调整为低风险后,当地初三学生迎来的第二次复课。 师生们将为35天后的中考做最后冲刺。 吉林市下下的苏兰市自5月7号报告首例本地确诊病例后, 苏兰市吉林市丰满区新冠肺炎风险等级相继调整为高风险, 吉林市长乙区船营区调整为中风险。 此前,已经复课的初三学生再次回到家中上网课。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,吉林市城区生产生活逐步回归正常节奏, 当地高三学生也于6月8号二次复课。 当天记者看到,在学校门前,学生们按照地面上的标识保持艰巨, 经过测温,手部消毒后进入教学楼。 729名初三学生错峰错时抵达教室。 接受采访的两名学生对记者说, 格外珍惜此次复课,能再次背上书包是很幸福的事。 在学校的话,学习份额会比较好, 然后在学校学习的话,我感觉就是学习效率会变高, 然后也更有精心去考一个自己理想的高中。 虽然疫情压力仍在,但是我们学校做出了严格的防空措施, 仍让学生们感到了十分的安实与踏心。 我一定会利用这与下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恢复正常的学习效率。 吉林市第七中学校长孟庆云介绍, 初三学生二次复课后防疫措施将常态化, 教学方面还会做好线上教学与线下学习的衔接, 调整学生们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节奏,以备占中考。 每天的四测体温,居家自测,入校的陈测, 还有呢,班主任的测,还有校医的寻测, 切实保证让健康的孩子走进校园, 通过摸底考试,摸底测试, 还有咱们市里的一模二模两次考试, 然后让学生们重新找回这种线下学习, 备考的这种状态, 并且对考试之后的成绩进行科学的这种质量分析, 然后让孩子们能够尽快地适应咱们这种线下教学的这种节奏, 找到这种背考冲刺的这种感觉。 据了解,吉林市教育部门已要求各校进行科学消杀, 加强复科后的人员管理, 目前当地已有两万多名初三学生重返课堂。 刘洋课堂 剂 actio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